MING PAO CANA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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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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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腹部切口被完全打開為止 在隨後的手術過程中 對測試對象實施的每一次切口 均引發了同樣的耳鳴 當測試對象的槍體被完全打開後 其內部未發現器官和骨骼結構 該CP-1093的整個內部 似乎僅存在一種 花朽乳白色光的蒼白物質 重物質成凝膠狀 整體充滿了分支眾多的 紅藍兩色脈狀凸起 手術中使用的任何工具 都未能刺穿或者劃破這種物質 它屬於有著很高的耐久度 不易損壞 該物質仍未經鑑定 手術過程中 沒有能夠踩到進行測試所需的樣品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異常現象 所有觸摸到 SCP-1093身體的外部部分的特工 均確實感覺到了 SCP-1093身體內部有骨骼架構 從外部也可看到其鬆肋骨的輪廓 但是SCP-1093的身體內部 看來是沒有骨骼架構存在的 此外 在手術之前進行的數項檢測顯示 SCP-1093的身體內 有著幾個正常運作的內臟器官 但是在此次手術檢查的整個過程中 沒有發現其體內有任何可辨識的內臟器官 也就此事提交進一步調查申請 測試對象身上的所有手術傷口 在術後幾個月內 以正常速度完成癒合 並且一無預期地產生術後疤 以上就是SCP-1093 簡單來說 SCP-1093是一個人型個體 會發出強烈的輻射 頭部以下外觀跟人相同 但背後有個開關 關閉時沒有頭部 打開時頭部的地方會發出強光 同時會讓周圍的人聽到幻聽 雖然從外面摸起來有骨頭 但實際上解剖後 就有蒼白的凝膠狀物質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按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為SCPO的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